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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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额娘认不认我这个女儿 我都有义务要照顾她 怀越 姨娘的病 不是你能照顾得来的 你放心 待会儿 我派人送姨娘回去的同时 也会派太医跟着回去 好好照料她 如果皇上坚持要送我阿娘出宫 请皇上准许我 也一起出宫回去照顾我阿娘 我一定要照顾我阿娘直到她痊愈 怀越 你这是何苦呢 我只想静一天为人子女的笑动 怀越 你明知我离不开你的 我怎么能准许你回家呢 好吧 我就答应 让姨娘继续留在宫中休养 谢谢皇上 启禀皇上 平溪王正在御书坊外后驾 皇上召进平溪王进宫 为了见您跟英雄的安危 正要给平溪王一个警戒 以免他害人害己 做出伤害见您跟英雄的事情 请皇上 让我陪皇上一起去见平溪王 你现在心情恶劣 还是不要 我没事了 何况这件事情我早已置身其中 我也想知道平溪王的动向 臣吴三桂靠见皇上 平溪王岂可 臣蒙皇上召见 必有要事相问 臣心中惶恐 不敢造次 原来平溪王要惶恐 不敢造次的时候 皇上一名 平溪王 你虽然不是满人 但是 是大清的开国功臣 朕赐帝封王 并将皇妹下嫁至吴家 朕觉得对你诚意十足 不知平溪王 是否仍觉得朕做得不够 皇上一名 皇恩浩荡 参贵感激都来不及了 怎么敢有任何非分之想 既然如此 你为何三番两罪地为难见你一个英雄 皇上 微臣 朕今天招你来 不是要向你兴师问罪 所以朕问你的问题 你也不必急着回答 朕只是想告诉你 有许多事情 都在朕的掌握之中 朕并不是不能立刻解决 只不过 是感念你曾为国效命 所以不希望 彼此之间 有任何不悦的事情发生 希望吴卿家 也能从朕的角度 多多去了解朕对你的诚意 皇上所言甚是 微臣怎敢有任何违逆之意 微臣只是对英雄不当的态度 略加纠正罢了 并未如皇上所言 这是微臣的家务事 你的家务事影响到公主的生活 这样就不那么单纯了吧 吴卿家 朕并不想介入你的家务事 但是 朕也不希望 你影响到社稷百姓的安危 皇上 言重 朕身为皇上 理应为百姓福祉设想 烽火干戈 能免则免 但是 朕也不会因为 不能妥协 而迁就退让 你懂朕的意思吗 微臣明白 岂可吧 谢皇上 朕自登基以来 一直为民服务 广施人证 绝对不敢 有丝毫怠慢松懈 如果吴卿家 认为朕做得不够的话 朕愿虚心接受 不知平夕王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不妨就直说给朕听听 祈禀皇上 皇上勤政爱民 微臣钦佩都来不及了 怎么敢有任何建议 照你这么说 你对朕的执政没有意见 那就表示 朕也没有被造反推翻的理由吧 皇上 您该不会认为 微臣有大逆不道的念头吧 平夕王 朕不是说你 不过朕只是想告诉你 如果战争是所难免的话 朕也只有以利服众 你明白吧 微臣明白 回臣明白 好吧 话就说到这儿 朕的意思 你也应该很清楚 平夕王 不知你还有没有话 要跟朕说的 皇上英明 那先退下吧 该怎么做 你应该非常清楚 谢皇上 平夕王 我们对于三番的举动 辽若执掌 这刚才皇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怀孕只是站在与吴大哥结伴 又是公主好朋友的立场上 再一次恳求平夕王 希望您不要再刁难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这一路走来 风风雨雨 又经历了不少折磨 希望平夕王能够成全他们 而不再有 霞公主一令天子的情况出现 不愿意 宇格格 您言过其实了 其实只要大家和乐相处 三贵当然有成人之美的义务 那我就先代他们两位 谢谢平夕王了 不客气 不客气 那平夕王是不是不会再为难 公主和吴大哥了 不会的 不会的 也不会再为难皇上了 哪儿的话 微臣怎么敢为难皇上啊 不愿意 雪江湖 不愿意 那雪江湖 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 放弄到只是一切时间 我没有感觉 conomic story 周奶奶 所有 祖奶奶 我好佩服皇上 您没有看到他刚才那种恩威毙激 不急不缓的态度 说得吴三贵 哑口无言 你也不错啊 刚才还一直逼着他承诺 不再为难见你一个英雄 并且不再与朝廷作对 搞得平溪王汗流浃背 落荒而逃呢 瞧你们两个 一搭一唱 一个是刚中带柔 一个是柔中带刚 还真像是一对默契十足的夫妻哦 看来啊 我栽培玄业是对的 祖奶奶 您这么疼怀孕 也是您有眼光啊 是啊 现在就看你有没有福气 找到一位好皇后了 我 我 祖奶奶 这事不是已经讲好了吗 而且运贵人已经怀有皇上的聋子了 那是我从成哥回来之前的事啊 而且这段时间我观察成运啊 她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一国之军的婚姻大事不能草率啊 这事我看还有商议的空间 祖奶奶 我看这样不妥吧 华玉 你就别急着拒绝嘛 让一切顺其自然不好嘛 可是 运贵人这一关难过不讲 还有太后那儿啊 而且这早已成事实了嘛 反悔起来皇上也不好做啊 再怎么说我也是个长辈啊 就算没有决定权 我有参与权吧 这又不是买西瓜买了就不能退的 祖奶奶 我和皇上这样也很好啊 皇上需要的 是个贤内座 不是个是非婆子 不妥 不妥 真是不妥呀 福美 干嘛偷听我说话 太后太后 皇上 玉哥哥你们全在这儿 您刚才说什么 那你说什么不妥啊 我是说要我的哈渡跟哈雅呀 他们俩假冒这个富隆夫妇去照顾德福晋 真是真的不妥呀 撒青王 没事你提这个干嘛 正看他们两兄妹做得挺称职的 是啊 我看他们两个 把德福晋红得挺乐的 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这人啊 跟人啊 他相处 久了以后他就建立了感情 这不是很好吗 这怎么会好呢 我的哈渡跟阿雅就要从我这儿 移民到德福晋那儿去了 我这上司就这宝贝袋了 你知道吗 原来你说的是这一事啊 对 你这是小鼻子 小眼睛又小气哦 德福晋哪是有病 这你们家哈渡阿雅可好好的啊 就算他们假心争作啊 也不至于不要你这个老爸的 哎 我这老伴早就死了 我现在如果我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将来我就是个孤单的老头了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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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别人我不敢说 你们家那个哈渡阿雅 就算拿棍子打 他们也赶不走的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先把德福晋的情绪给稳下来 这样啊 你们萨家也算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啊 唉 待愿他们有了新娘 别忘了我的舅爹就行了 唉 不妥 不妥 真是不妥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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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渔 不是说好要慢慢来的吗 怎么动不动就伤心呢 连哈渡和阿雅 这两个不相干的人 都能够让我额娘开心 我这个做女儿的却什么都不能做 我 好了 好了丫头 别再自作了 你要给你额娘一点时间 你要给自己一点时间 我现在是一只狮子 信不信啊 额娘 信不信啊 好啊 好啊 是一只大狮子是吧 是啊 是啊 那就来个勤滚番好了 勤滚番 是啊 好 好啊 好啊 我搬得好 搬得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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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来一个后空番 后空番 对啊 我怀有声音 还带齐头你叫我后空番啊 不行不行 来 跟你开玩笑的嘛 那不然就来一个懒驴打滚 懒驴打滚 这招数都出来了 好 你行 哎 和娘 我问你介绍 到这个本团台主 哈拉小王子嘟嘟视野 他现在马上就要为我们登台咯 他很厉害的咯 你现在跟着我一起拍他 鼓掌加油 这 怎么鼓啊 来 跟我一起拍啊 鼓掌加油 来啊 表演了 鼓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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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力点 卖力点 来啊 来啊 鼓掌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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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了 再过了 好 现在紧接着下来 马上要带来的就是呢 跳火圈啊 额娘 盈盈啊 还有 跳火圈啊 是啊 盈盈啊 你拜托好不好 我也是个瘸子 他有个厉害的 不用用到脚的 就是吞劲还有吃玻璃 孟蓉 加油 河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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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这盈盈根本就在整人嘛 你女儿啊 这 就饶着蓉儿吧 太危险了 够了够了 来 够了 来 歇会儿 歇会儿 来 好 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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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歇会儿歇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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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真是我的 好儿子 好媳妇 儿娘 只要你高兴就好了 对啊 其实只要你高兴 我们心里就觉得很快乐 对了 这以前 我记得在家里头 你们两个 没这么活泼哎 儿娘 你忘了 以前我们比现在还疯呢 有吗 有啊 有啊 儿娘 这以前的事就把它给忘了嘛 这以后 我每天就跟盈盈表演给你看 让你开心 好 好 今天你们俩也累了一天了 咱们早点歇着吧 好儿娘 那我们今天休息 好儿娘晚安 好儿娘 好儿娘 别累了啊 好儿娘 您也早点歇着了啊 好儿娘 您先坐着 好儿娘 您先坐着 好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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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儿娘啊 你为什么那么早就走了 如果你还在的话 你看我跟哈图哥哥 就可以每天都逗你开心 没事干嘛这么难过啊 我没有改变 错过的只是一些时间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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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们最后 已在这边 是谁 17年 全家 也来 我 17年 来 好儿娘 我 我就 走一个 所以 好儿娘 我 带我 你沒事幹嘛這麼難過啊 哥 難道你都沒有想到我們的親兒娘 想啊 不過光想也沒用啊 我們的親兒娘在我三歲的時候就走了 我連她長什麼樣子我都沒有看過 我們的兒娘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妹妹啊 這個兒娘啊跟你長得是一模一樣耶 而且啊 絮絮的眉毛 絮絮的眼睛 還有薄薄的唇 最重要的是啊 那個可愛的酒窩呢跟你一樣可愛 真的嗎哥 你覺得我很可愛喔 當然啊 我可愛的妹妹 我只要一想到兒娘啊 我就多看你幾眼 這樣我就不會難過了 那你還真好運啊 你看我就好 那我要去看誰 反正我最可憐 妹妹啊 傻妹妹 你可以去看鏡子啊 對喔 哥 你好聰明喔 要不是我是你親妹妹的話 我一定嫁給你 少說八道啦 我跟你說啊 這兒娘跟你長得很像 不過兒娘啊 沒有那麼瘋瘋癲癲的 我 但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注意喔 說不定以後啊 你還會找到一個人跟阿瑪一樣 好男人啊 所以我要有氣質囉 嗯 那哈杜哥哥 艾亞妹妹給你行李 好 看座 看座 我去你的 等等 你要追我啊 就來打我啊 想逃 別逃 你看 你看 主子 你別那麼生氣嘛 當心動了胎氣 你逃打 你忘了我肚子裡繁了是什麼嗎 說 誰害我流產的 是 是玉哥哥害您流產的 連宮外的人都幫了她 真是沒有天理 您說的是薩秦王啊 不許在我面前提到任何一根薩子有關的人 是 主子 富家的人值得同情 難道承安就活該送死嗎 老天不長眼 我會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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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自己去討回個公道 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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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要去哪兒 我要替天行道 那 在您替天行道之前 可不可以再容燕兒禀報一事 你有話就快說 我聽說 太皇太后已經不止一次 在皇上面前提醒立後一事了 老天真是有眼 是時候替我討回公道了 主子 您誤會了 太皇太后屬意的皇后 十玉格格 不是您啊 你說什麼 到底你的腦袋啊 主子 燕兒就是為了保住自己的腦袋 才會冒死打探到這個消息的 主子 燕兒對您一片忠心啊 他們還說了些什麼 他們還說皇上跟太后先前的允諾 我可以在意 在意 在意 在意些什麼 你燕兒不敢說 你不說 我先就殺你 我說我說 在意就是不算數的意思 你說的 要不要打死你 主子 你明天也是玉格格不是我 主子 我想到 我才掉了籠子 太皇太后 居然給我搞花樣 我不能夠再這樣坐以待斃下去 主子 您一定要讓那個玉格格的地位 一落千丈 讓他喪失利後的資格 不過眼看這懷孕的身世 已經起不了什麼作用了 看來我只有寵她那個瘋兒娘下手 主子一鳴 主子一鳴 那我們要怎麼做 他們竟然敢惡意地作弄我 那我為什麼不 以其言之道還至其言之身呢 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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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蟲兒 是蟲兒 蟲兒他來找我了 兒娘 蟲兒他來找我了 兒娘 去鬼 他出來了,你走近一點,但不能夠太近 跟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追 蟲兒 蟲兒 兒娘 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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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 兒娘 蟲兒 蟲兒,你在哪兒 兒娘在這裡 你在哪兒 兒娘 蟲兒 兒娘 兒娘 蟲兒 兒娘 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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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兒啊 蟲兒 干得好 我看这死老太婆也跑不动 去宣誓你的冤情 啥 儿娘在这儿了 荣儿 儿娘 儿娘 孩儿死得好不甘心 好冤枉 皇上不应该为了怀孕 牺牲害人的性命 儿娘 你要替孩人报仇 你要替我杀了皇上 不然我会死不瞑目的 儿娘 儿娘 替我杀了皇上 替我杀了皇上啊 儿娘 杀了皇上 对 杀了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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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 你在躺在这里 夫妻 夫妻 你怎么躺在外面 你醒醒啊 夫妻 你醒醒 来了啦 来了 儿娘 音音 儿娘她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哥哥 我早上来想说帮夫妻梳洗 结果我一开门 我就看到她就躺了 大厅的地上 地上 怎么会躺在地上呢 太医 我儿娘的情况如何 怀育哥哥 夫妻昏迷原因不明 可能是因为太累 气血不足 我正帮她活落筋脉 皇上吉祥 太医 你要尽快让夫妻醒过来 碑子会尽全力帮她救治 音音 我不是告诉过你 要好好伺候得夫妻的吗 怎么让她夜宿门外呢 皇上 我昨天晚上还有来查看 她昨晚她好好的在床上 一早起来就在地上 可是她喜欢睡地上啦 你胡扯 怎么可能有这就是 皇上恕罪 心意不好 音音该死 音音贪睡 贪睡 所以才让夫妻睡未途的 对不起 皇上 我现在开始要日夜夜守着夫妻 兰丽布我这次的错 对不起啊 皇上 你别怪音音了 一切都错在我 我自己的儿娘 我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 怎么能够怪别人呢 你要罚 罚我好了 我罚你有什么用呢 现在最重要的 是要让姨娘赶快清醒过来 人家她要是有个什么万一 我现在就一头撞死 叫她赔罪 华玉 你不要冲动 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她只是太累了 太医正在为她推拿 我想应该很快就没事的 福敬奇呢 好 来 姨娘 姨娘 你醒了 我们好担心你啊 娘 你怎么会睡在地上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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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看到荣儿了 我深深的荣儿 她 她有话要跟我说 可是 可是这 我 我一靠近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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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走远了 她 走远了 她 她又舍不得走 但是 我又没有办法接近她 额娘 那哥都对你说了些什么 她说 仍会说 皇上为怀孕牺牲了她 还说要杀皇上报仇 这些话 我 我怎么能讲 姨娘 芙蓉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嗯 她 她 她都不想要杀皇上 她想念她 她 fasシャ 她 她说要杀皇上 我去 classe 她是杀皇上 她是杀皇上 她 她是杀皇上 她 她是杀皇上 就一直一直呆在我房里头 陪我到睡觉 那个时候才走的 但是 就怎么半夜又来找我了 来天的时候 她还跟盈盈 在我这儿玩闹了好一阵子 什么没一会儿功夫 这原本 原本开开心心的戎儿 这 突然间 突然间就变得 变得痛苦万分 可是 这 她不是鬼 这 真的不是鬼 你们要相信我 真的不是鬼 不是鬼的 夫人还是好端端的 要不然 她怎么陪你一起玩呢 是啊 哥 她没事的 什么 有这种事 是真的 是额娘亲口说的 她还因此而昏倒 睡在地上 这件事情 发生在深夜 难道真的是芙蓉 这是越说越恐怖了 那我在这儿先跟各位告辞 我明天就回江西去了 你 你干嘛你 你不 很能干嘛 你还不知道 这是闹鬼啦 ó咱 miyor 有这种便宜 我连扣子都扣好了 你们干吗都盯着我看 睡到现在才起床 你跟阿雅昨晚到哪儿去了 还不快跪下 干吗 又要使出家法 麻烦你先说清楚 兔宅子 是不是你半夜三更 装鬼就吓得德夫进 我没有 你们想想看 我跟阿雅白天要变魔术 说笑话 耍杂耍 逗得德夫进高兴 我们已经累了妖命 连觉都没得睡 况且这阿雅到现在都还没有起来 我怎么可能去装鬼吓她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竹奶奶 我哈嘟是光明磊落一言九鼎 我怎么可能说谎呢 好 那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 你相信她 那就代表没有人装鬼 是真的闹鬼了 难不成 芙蓉 昨晚真的来看她额娘 哥来看额娘 他为什么不来看我 难道 他真的恨我 他为什么恨我 怀悦 这 祖奶奶 当初你执意要接姨娘进宫休养 只要让她的病好一点 没想到居然完全没有帮助 还害得她们蒙逆的感情变得更糟 好了好了 这德夫进的事你就招给我 你快去看看怀孕 我怕她胡思乱想 你快走 arı 庄 手 舅 庄 龚 那個榮貝勒,裡面還好好的 她昨天還陪你有說有笑的 一直到你睡著,你忘了 不 昨兒夜裡,蓉兒她不是這麼說的 父親,那是你在做夢 因為你好長... 不對不對,這麼長,這麼長 大概就是這麼長了 這麼長的時間,沒看到她 所以,是你過分想念她了 不,那是真實的... 不是夢境 真實的,蓉貝勒 我知道,我知道了 我等一下就去請她來 今天,我順便就請了夫妻倆 在你面前來頓相聲,讓你開心 父親,那邊的花好漂亮 怎麼趕快過去... 早啊 雲貴人,吉祥 雲貴人,早,早 雲貴人,你是萬金資金 可要好好保重身體 我聽夏人們說 昨晚,你睡在門外 這是怎麼一回事 雲貴人啊,你... 你真的沒有騙我 我們家蓉兒,她沒有死 不過... 不過她... 她事物很繁忙 她白天來了,又走 這...這晚上又來了 你是說,她晚上回來了 對,可是她是不是一回東又一回西 你要追她又追不到 然後她又不甘心地走了 對呀,你...你怎麼會知道啊 哎...照這個情況來看 她可是陰魂不散呢 對呀,對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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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我殺人...報仇呢 这就对了吗 活人怎么会要人替他报仇呢 不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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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白天 白天他 他 他生龙活虎的 旁边还有盈盈啊 不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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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假的 假的 你看错啊 那真的是假的吗 不 你胡说 你在骗我 你在骗我 不 不如我已经死了 而且是惨死死得很惨哪 不 不 干什么你放开我 你的婆婆怎么放开我 快点 女鬼人 你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欺负我娘 爹 天地良心 我什么时候欺负他了 我只不过不忍心看你骗他 遂实话实说罢我 我娘私子心妾 已经心神不宁了 你怎么可以再刺激他 我 我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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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孕鬼 算我求求你 我求你告诉他 我哥还没有死好不好 好啊 只要你能够让承安复活 那我就告诉你儿娘 冯荣没有死 否则我就会一直地说 而且大声地说 冯荣已经死了 冯荣死了 死得很惨哪 冯荣 女儿 女儿 你跟我说实话 冯荣 冯荣 冯荣是不是死了 不 娘 哥他没有死 他没有死 我半天看到的是冯荣的人 晚上 晚上见到的是她的魂 这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让我告诉你 晚上那个魂才是真的 你给我住口 到底哪个是真的 哪个是真的 你相信我 玉儿不会骗你的 你不要听她胡说 爷 她的话才不能相信呢 冯荣呢 就是被怀玉给害死的 她的话能信吗 怪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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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不得荣儿说 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 我 玉儿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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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不怀疑 说不出来了吧 你得找人抓啊 再去编啊 你给我闭嘴 你听到没有 我还没说完呢 德福晋 你们傅家 一生那么辛苦 就问了一个傅怀玉 全部都毁了 对 他就是你们家的败类扫法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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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现在大家 都在帮德福晋渡过南关 你还在这胡乱叫局 火上加油 原来你的心肠这么恶毒 早知道 我就把你关在冷宫里 永远不放你出来 我没有永远 我没有永远 错过的只是一些时间 啊 没有空 离不许多 走轰 把他们�cken 他在这被轻道 王爷 对 大胆 现在大家 都在帮德福晋渡过难关 你还在这胡乱叫局 火上加油 原来你的心肠这么恶毒 早知道 我就把你关在冷宫里 永远不放你出来 皇上明见 臣妾也是不忍心 看到怀豫害死他哥哥之后呢 又企图谋骗他的额娘 所以才会跟他吵起来的 其实我也是非常希望德福晋 能够早点康复 皇上你要相信臣妾 绝对没有坏心眼的 谁还会相信你啊 你现在马上消失在我的面前 要不然我就帮你 臣妾先行告退 姨娘 你不要听承韵刻意外居事实 你们都在骗我 我觉得 陈运说得 说得很有道理 姨娘 你相信我 芙蓉她 芙蓉她没有死 更谈不上是被谁害的 你把心情平静下来好吗 我 我不相信你们 你们把荣儿说得 说得生死不明 你 你叫我怎么平静啊 怀豫 姨姨 你们先扶福晋回房歇着 我马上去找 我马上去找傅蓉跟盈盈 叫她们立刻过去 老娘 我们走吧 儿娘 你要替我报仇 杀了皇帝 这不浮满 你平常鬼典子最多了 你快想想办法 我平常鬼典子是很多 可是现在碰到有鬼 我的典子就没了 你真是 这不一定真的是鬼 说不定是她的幻觉啊 不管怎么样 总得想办法呀 我还能怎么样啊 我一对儿女都已经奉献出去了 一个是变成瘸子 一个是未婚 她怀着孕了 我还能有什么办法 是啊 而且我跟阿雅 也不可能一辈子都装下去啊 这时间一久 被她认出来 那该怎么办 我阿嬷会很伤心的 亏你啊 老伯德儿 你还能想到我 我真是没白生你 阿渡 阿嬷 就算你再不好啊 你还是我跟阿雅的帅哥阿妈呀 什么叫再不好 我哪叫不好啊 有 好了好了 你们别吵了 阿渡啊 你是不是觉得继续装下去 有点不妥 主奶奶啊 你当初想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就很肯定你这番苦心 这心安抚得不尽的情绪 然后再找太医啊 慢慢地加以整治 所以 为了得不尽着想 咱们应该继续装下去 可是啊 可是就算白天 我们把她安抚好了 这到了晚上 她又说见到鬼 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阿渡 你给我从事招来 到底是不是你搞的鬼 冤枉啊 我的青年主奶奶太皇太后 我要是纯心专鬼啊 我就五雷轰顶 蹊跷出血 不得好死 而且 而且 来生绝对没有姑娘爱我 你这个事 发得倒挺特别的嘛 不过你既然这么说 我相信你是真的 我在想啊 这德福尽这毛病 也不是一天两天呢 怎么突然间说 今天碰到鬼 我看这事 她不是真的就是夹的 这这这这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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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伦次说些什么啊 我只说的不是真鬼就是假鬼呀 哎哟 我才不像在世上有鬼呢 这一定是有人假装扮鬼 来刺激德福尽 那是谁装鬼呢 目的又是什么呢 什么 德福尽昨晚遇见的鬼魂 是你安排的 他要借芙蓉,我又成全他 这有什么不对呢? 当然不对 你要做皇后 就应该在皇上的面前多下点功夫 你干嘛浪费力气在那个疯婆子身上 阿玛,你懂什么? 我就是要趁着德福晋发疯的时候 挑起他对皇上的怨恨 然后逼他一步一步地走上弑君的不归路 你要他去杀了皇上 芸儿,我看你也得了私信封啊 这皇上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那你还当得了皇后呢? 爸妈,你不要大惊小怪好不好? 德福晋他只是个手无腹肌之力的老太婆 皇上可不一样,皇上会武功 身边有那么多四位 他不可能对皇上做出什么不利的举动 既然你知道他动不了皇上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德福晋去这么做呢? 你用点脑袋好不好 四君之罪,罪无可恕 这可是抄家灭族的罪 到时候,傅怀玉不但当不了皇后 还成了个冤死鬼 你这个计划是不错 不过你找人去夏德福晋 这万一东窗自发让人知道了 只怕最后倒霉的是你自己 再倒霉也不至于抄家灭门吧